有钱的人突然间就把他杀掉 所以风水界的很不喜欢绝命 也很担心绝命 绝命就像什么呢 我这样做比喻 绝命就像那个 你知道Atom Man吗 Atom Man 那个咸蛋超人 是不是 他每次去对付谁啊 恐龙啊 是吧 每次对付恐龙 你看那个恐龙很大只 他就一直在对付那个恐龙 恐龙就好像是绝命一样了 绝命不会到处乱跑的 他就是站在那边要你死就对了 所以 但是绝命啊 通常会让一个人心惊胆跳 就好像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觉得 好像心跳得很厉害 好像有事情要发生 相信我 这种车祸绝对不会 突然间的 他一定早上有给你一点启示 比如说刷牙的时候呢 流血 喝水的时候 就嘎嘎 他会给你这样子的 那种感觉 你就要小心 通常都是绝命出的问题 所以绝命是专门攻击那些 所以你们只要不要有钱就行了嘛 对吧 你们不富有就行了 专门攻击那些 有钱 当然 这也是告诉你 有钱的朋友 有钱的那些富豪 他们如果担心他们的钱财 或者担心他的儿女 会有这些 富二代会有这些问题 他就应该要找绝命位 把绝命位给解决掉 对他们来说 买竹金啊 黄金啊 的法器啊 来放都没问题了 所以 对他们来说是没什么的 所以 要记住 另外一个位置呢 是五鬼 五鬼是 最讨厌的 也是我们最反感的 五鬼 最反感 五鬼位啊 很多人会觉得说 五鬼就是 阴魂不散的那种鬼 其实不是 五鬼的象征是这样的 五鬼与财位呢 就是属于破财连连 你有没有破财连连 的情况 没有的话 那还不是五鬼的问题 打个比方 早上的时候呢 你看 而且当然是你错了 不是 如果是别人的错 那不关你的事啦 是吧 你错 怎么样 要赔钱 好 那么 中午的时候呢 钱包被偷 当然啦 我说的是比喻啦 不一定是这样子连续啦 有些人说 我的钱包没有被偷咧 但是我的不见掉 一样啦 这是比喻啦 你不要真正的这样看啦 然后晚上呢 就 连续的嘛 就中罚单 是这样子讲 就是破财连连 那就是五鬼出了问题 那你就要小心 五鬼专门给做小生意的人啊 专门给那些做小生意的 你如果是做小生意的 生意不大 不可以跟绝命那个比 生意不大 但是做生意 比如说加德西 是做小生意 没有拿工资的 是做小生意 也 简单说 如果你的生意 是需要给GSD的 就是一百万的 不是你自己去报GSD 是不报不行啦 要被抓的咧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属于大生意啦 或者 说中啦 中等啦 但是你连GSD都不用交啊 你的账目 不是做假账咧 做真账啊 那给人家干 你不用交GSD 那应该是属于小生意咯 我们只能这样子啦 你开九楼 那大生意 你开摘菜本 那应该是小生意 但现在摘菜本 有些人两百多间咧 那就知道咯 所以大生意小生意应该知道 这是属于小生意 小生意这样一直破财连连 但如果是大生意 有早上中午晚上 都有这些事情发生的话呢 那就是绝命 就是说你的绝命出了问题啦 所以 做小生意的人 要很注意这个无鬼 有一个人家说 无鬼运财啊 无鬼运财 他是可以帮你运财的 运了财之后呢 他就让你啊 这样子破财 破财连连 他就一直让你这样下来 所以这个无鬼味 要怎么样化 很多人 他们有很多种讲究 我们先把它说完 才告诉你怎么化 无鬼和健康 健康死好死坏 有时候健康很好 非常好 有时候呢 不好 有时候又好 有时候又不好 有时候又不好 这样的情况啊 上上下下 那就是 无鬼出了问题 所以今天你们要分得清楚 绝命还要记得吗 绝命记得吗 就是 我根本就是很健康的一个人 有运动啊 睡觉啊什么都很好 但是突然间发生问题了 而且是严重的问题 那绝对是绝命 那么我虽然不运动 但是我的身体很少病 突然间有病 没病 有病也没病 这样子 病好了又来 病好了又来 就是无鬼出问题 所以小孩 无鬼很喜欢坐拢小孩 这也就是无鬼是怎么来的 我们每次都说 你这个小鬼 你不可能说一个70岁的老伯 你这个小鬼 不可能的嘛 所以无鬼 就像是小鬼一样 他很喜欢欺负小孩子 尤其是刚出世的 刚出世的小孩子 他特别喜欢 所以大家要记住 怎么样去把无鬼给 除掉 最好的方法 你们可以用这几种 可以用这几种 有一些顾客 他们给风水师看了风水之后 风水师说 哎呀 你这个是无鬼味啊 无鬼味是不可以有电视的 但是不对的 无鬼最怕的就是声音 无鬼怕声音的 怎么说他无鬼 他说那个地方犯无鬼 叫他不可以放电视 那就是欢迎无鬼咯 You are welcome咯 我们这样说 让你们容易记 但你不要这样子 你不要这样子的想 但是我是让你容易记 你知道吗 有些时候 我们在修车 修车有 奇怪 就是有几个那个 螺丝啊 是开不了的 你怎么出力都开不了了 那么修车的那些老前辈 他们就有一招 骂粗话 我不可以骂了 是吧 香蕉苹果 黄铃 就开了 把这些给赶走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或者有时候啊 你们发疯的时候 有试过吗 你去到一个硬生生的地方 你很怕 忽然间呢 哇你啟笑了 来啊 出来啊 一照啊 他哪里还会出来 你都那么凶了 他还要出来 所以啊 记住 遇到鬼不是无鬼啊 遇到鬼怪这些东西啊 你的脸要凶一点 你不要跟他观音菩萨这样吃吃背背的 所以西藏的观音菩萨 你们看了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这个是观音咩 为什么呢 獠牙的 哇牙子出来的咧 啊 鬼王的身啊 他献鬼王像 哇 把那些人给吓死了 就听话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黄财生有些人说 哎呦 为什么黄财生的样子那么凶的 他是要把你的穷鬼给赶走 你为什么会穷 就是因为你旁边啊 穷鬼给赶走 啊 所以黄财生 他不可能跟你 哈喽 嗨嗨 不可以 啊 所以他最怕的是什么呢 神音 那当然 啊 神音 你可以用念佛机 神音 你可以念佛 神音可以放电视 啊 那么还有呢 有空的时候也可以打鼓 买个鼓再在家空空空空 所以啊 五鬼很喜欢什么 五鬼喜欢热闹的时候出现 所以很多风水师以为说声音很多就是热闹 所以他说不要有声音就不会 就不会有五鬼 他才会告诉你说 不可以放电视 其实不是 就是人多啊 比如说你们刚开张对不对 有东西吃啊 那五鬼就来 但是如果那个方位是属于五鬼位的话 他一定到 他就一定到 如果这个方位不是五鬼位的话呢 你引到了他 他有可能来有可能不来 啊 我们的大门是五鬼位 哇 你好爽命的时候 你放很多 吃的 你就是引五鬼来 所以要怎么办呢 请五师啦 啊 啊 那那他就 跑了吧 那你如果请不起五师 你就买他的CD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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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盘 不用说啦 羅盘 當然啦 羅盘就可以可以正五鬼 羅盘哪裡只正五鬼 羅盘正四兄 四个兄都要乖乖的 啊 啊 所以羅盘 但很多人 他们没有办法设计羅盘 啊 那跟我们买也可以 很多风水师跟我们买也可以 啊 还有一种更便宜的 啊 就是去买一本通圣 啊 翻开 张电视 啊 不是张电视 是张电视 啊 把这个翻开 啊 把这个翻开 这样子啊 一个实现 一个实现 这样子 挂在门 啊 就可以了 啊 挂一样东西 啊 不要挂的太多 有些人的家 哇 太上老君 大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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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太子 官邸 什么都有 一部位 那就不好啦 啊 那你家是做么 是闹鬼啊 是吧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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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 啊 啊 因为有些时候啊 也有游魂的 游魂他们这样子啊 啊 经过的 因为他们要敢去投胎了嘛 啊 啊 这个 也是可以的 所以 五鬼最怕的是这几样东西 当然 也有五鬼怕什么 怕中癸 五鬼为他们挂一个中癸在那边 啊 五鬼就不敢闹 那 中癸啊 有分很多种啊 靠窗的他们拿扇子 靠门的呢 他们拿剑 啊 所以 这个 这个中癸的像 不一样的 啊 靠窗 拿 扇子 你要记住啊 没有开窗很热啊 你这样记就行咯 啊 那么如果有坏人从门进来呢 我们拿刀 你这样记啦 这样记啦 你就知道哪里是哪剑 哪里是什么 那么我的大门 又靠近窗口呢 那就是 一支箭 一个 扇子 啊 那就可以了 可不可以有蝙蝠呢 呃 蝙蝠是危险的哦 哇蝙蝠是危险的 啊蝙蝠的 这个意思是福气的意思 但是 很少啦 除非说你有特别的意义 还有一些是前面有几个小鬼 啊 就是 中癸养的嘛 几个小鬼 跟着他 不是他养 跟着他的 啊 那个也不可以随便乱放的 所以你们要大概记得说五鬼 他是这个 但是那个 张天师的你不可以放在 如果你的五鬼在房间 你不可以放房间耶 张天师的话 如果说你的五鬼是在厕所 你不可以放厕所了耶 你放厕所你在厕所冲凉 然后那个张天师就会这样哦 不可以耶 啊不可以 五鬼找鬼 祖先 啊 祖先的这个这个牌位 千千万万啊 不能安在五鬼方 千千万不能啊 啊 祖先位置安在五鬼方啊 你是没事找事啊 所以你们一定要知道 你们的五鬼方在哪里 啊 五鬼方在哪里 那么五鬼方呢 是不能放食物的 回家去找一下 五鬼方在哪里 啊放什么食物 饼干啊 花生啊 哇 very good啊 啊 买饼干买花生 所以有一些人他们打麻将的时候啊 他挺厉害的 他打麻将没有一坐下来就打的嘛 对不对 啊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喜不喜欢打麻将 打麻将一坐下来做什么些 把牌拿出来对不对 然后一只手在那边弄 一定的 另外一只手看手机 没有什么好看他都在那边看看一下啦 是习惯的啦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会看方位 啊 看这个这个这个方位 然后找出五鬼位 叫那个大赢家 坐在五鬼位 好意思 为什么呢 放食物啊 啊 啊 哎 要不要吃糖 啊 给他几步 他拿一粒放旁边 你的戏 所以五鬼位 很喜欢 啊 你放食物的话 他很喜欢来 所以不管哪里啊 不管你家哪里是五鬼位啊 有个人你找不到 没关系 不要有隔夜菜 啊 很多人的汤啊 什么啊 或者是菜什么的 吃不完啊 他都放在他们的 的家 还有面包 啊 面包 面包也是一样的 不要 不要放在你们的 尤其是餐桌 我们不要放 放在固定的位置